《政治壇中》 強力譴責 美國奸以香港事務 美國奸以香港事務 強力譴責 美國政客 美國的總統大選 即將臨近 所以各種政客、政黨 透過反華 透過抹黑 透過造謠紳士 為自己拿選票 拿閃光燈 屢見不閃 甚至是經常說謊 而這次的法案也是建基於抹黑 建基於造謠 更加突顯他們 是將美國商界的利益 商業經貿的利益 是置之不顧 更加突顯他們為了打壓中國 真是不擇手段